4月下旬这里是位于安省中部地区 Kitchener南部地区 Costco 今天看看这里多年生的小花 多年生的和一年生是分开放的 这一大牌是多年生 物以类聚 这个是地备植物生长比较矮小 就是春天的时候 正常情况下应该可能还有一个月才能开花 现在已经含苞待放 温室出来的效果 开满了白花一片 看它这个照片上的效果 Purity 是它这个杂交品种的名字 有一定的耐阴性 半日照吧 半日照就能长得很好 地备植物特点就是越长越大 而且容易牵插 试试 下面这个就是属于洗羊的地备植物 但是呢 它的扩散能力速度稍微慢一些 Thrift 粉色的海洋 这个要是开启花来 一个是花期长 你看不断的有小花苞长出来 再一个呢 每一朵花的花期也有一周以上 还有白色品种 你喜欢哪个 价钱 这两家轮的14块9毛9 再来看看这个 这是我的number one favorite 最喜欢 这是 这是景天的一种 一个流行的品种叫 Angelina 特点就是金黄颜色 喜欢全日照 另外呢 到了冬天冷的时候 你知道多肉 一冷 它就容易变色 变成橘黄橘红的 耐寒的多肉不常见吧 鸡血融化的时候 它就给你颜色看看 还有大花的Thrift 哇 这还是头一次看见 还是虫瓣的花吗 有意思 另外一种常见的地备植物 叫Moth Flux 中文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天蓝绣球 一个是它这个淡紫色淡蓝色的 比较常见 另外一个呢 它开出来 确实不是很大的 确实一个花球 那么它地备植物的特性 就是越长越大 一大片 花期过后 它就是草坪一般的美丽 整齐 而且不需要割 不需要割草 同样放在地备植物 这些地备植物放在一起的 这个要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它的名字就告诉你 Bugleweed 它真的是weed 它真的是weed 好看吗 先说好看吗 挺好看的吧 吸引人吧 地备植物 它不是沿在地面上的匐匐根 它是有的时候会沿着地下钻 钻到你的草坪去 在你草坪上泛滥 可难受了 要非常小心 就像所有串根植物一样 比如竹子啊 什么之类的 你要给它圈起来 圈养 保护 不让它到处乱窜的情况下 还是挺不错的 稍微大一些的地备 这也被称作地备植物 因为它长不高 Virginia 像不像菜 中文名字里头也有菜 叫盐白菜 这个菜怎么样 除了春天小粉花以外 邻居家看见了 开了不少小花 很漂亮 现在这个开花只兴兴点点 因为它是新 不仅是新分盆种下去的 不是很大 成熟以后开花挺多的 除了春天赏花以外 它是长青植物 在多伦多长青不常见 长青阔叶植物不常见 冬天阳光一照 颜色 这是背面照的颜色 阳光一照是 叶子会变成紫色红色 也是冬天的欣赏点 Hookara 梵根 这两家轮的都是14块9毛9 真不错啊 真不错 你到专业苗圃去买 一家轮的 不是一家轮的 一小盆 一小盆 可能都不止这个价钱 这是一大盆 还有不同品种的帆根 也算是地备植物 它会不同的分根出来 自己就分根 这一盆里头好几棵 它就是主要赏业 开的小花通常非常凌乱 通常都不好看 有人就喜欢把它 小花就直接剪掉 完全赏业 楼斗菜 这也是花园里去开花相对较早的多年生植物 而且第一波开完 你要剪掉它的种子头的话 它有机会开第二波 有机会 要看你的生长条件 让它自剥的话 也能长成一片 挺不错 它自剥并不是很泛滥 而且清除起来非常容易 Pinkerson Scabiosa 它的名字得来 就是因为它花的形状 像插针的那针线包 像不像 作为多年生植物 它也是属于开花不滥 相对来说 开花很多的多年生植物 缺点就是不够耐寒 有的地方说它是耐寒6区 有的说是5区 冬天要好好保护 好了 多年生小花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